哈囉,我是Junnie 我是Korea 之前的聖誕節還是什麼跨年 自己一個人過沒關係 這次呢你就趁2019年的 情人節脫丹吧 那雖然說標題是說 男生會喜歡的妝容 但其實我覺得 女生的打扮當然還是要讓自己 開心、自信最重要 沒錯 因為男生其實真的也看不懂什麼 喔,這什麼最新流行色 啊,這是什麼最新的技法 他們只看得懂 你漂漂亮亮乾乾淨淨的那個樣子就對了 但只是說在偶爾啦 特別的日子裡也可以為了自己喜歡的對象 來好好打扮 那今天呢我想要有一個 清透感的妝容 而且 顏色我想要 柔和、耐看型的 就是我臉上現在這個妝 然後今天呢會一步一步 從素顏開始示範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開始吧 GO 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呢 記得訂閱Gunnie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IG、臉書 一起討論穿搭美妝生活 那因為底妝呢 我想要有光澤和通透感 所以上完隔離乳之後呢 我就要用A2House的這一罐 光澤透顏精華粉底 那這一款其實是在淨化裡面 加了雙層潤澤的技術 所以呢 可以讓你臉部的肌膚 有更多的水潤感 那像Gunnie是 臉頰很乾 T字很油的女生 應該一般女生都是這樣的肌膚 所以這罐就非常非常適合 然後我建議呢 這罐在使用的時候 你一定要搭配這個 海綿 海綿 因為這款保濕能力非常好 那你要用手推的話 可能要推反覆一陣 所以你用那個海綿 輕輕點的話 你也可以減少那個細紋的發生 哦 對 因為我兩頰真的太乾了 我覺得 呃 我很適合這一個 但是如果是油性肌膚來說的話 可能會需要反覆的推 因為它保濕能力太好了 所以下手要很輕 如果太重的話 會有那種濃妝感吧 對 沒有錯 它是輕透的沒有錯 可是它是比較有妝效跟妝感的 因為它會有那種含妞的那種亮亮肌 亮折感 嗯 那像我這種油性皮膚的人呢 這個對我來說 就會有一點點 不要太保濕一點 需要反覆推一陣子 它的光澤度啊 是那種非常非常漂亮的 不是那種張牙無爪的 很濕很亮 它是那種很有質感的含妞水光肌 那我的底妝呢 比較喜歡從眼下開始上 就是臉上的中間那個區域 因為你的整個臉需要亮的地方 其實就是中間那個區域 所以你中間那個眼下區域 亮起來了 整個臉 就會看起來平滑跟乾淨 所以你的底妝呢 不需要上到滿臉 那如果你比較在意黑眼圈的話 這罐粉底呢 它其實可以幫你做到 大概百分之 六十把你黑眼圈就是覆蓋掉 所以如果你比較在的話 你可以反覆再上一次或兩次 但是都是薄薄的上 然後完全推開哦 不可以讓它厚厚的卡在眼下 那有時候我們上蜜粉之後 你原本光感的肌膚就會消失 那我們在蜜粉上 可以選擇中有一點點亮折的蜜粉 但是又不會太過亮 然後我們可以上到臉頰這裡畫圈 像這種有亮粉的蜜粉啊 你就不能用在全臉 你只能用在一些重點部位 再來是眉毛 這一款眉筆的蠟偏軟 所以很好上色 以及它的另外一端是刷子 超可愛又真的很實用的設計 那眉毛的詳細畫法 之前已經有拍過 就要選影片了 大家可以點右上角的連結唷 染眉膏的話是使用3號色 那我覺得這個顏色啊 它不會太過的牙麻 是淺色沒錯 可是又不會太偏綠色 所以我覺得剛好 以及呢 我很喜歡它的刷頭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這個刷毛很軟 就好像可以把每一個膏體 都精準的刷在眉毛上面 很輕鬆的刷勻 那眼線用咖啡色來增加眼神的柔和感 那在畫好的眼線上面啊 疊擦一層咖啡色的眼影 這個就像臉部會用蜜粉定妝一樣 那眼影盤我用的是櫻花盤 這一盤是我近期日常的最愛 今天眼妝啊 主要發色是乾燥玫瑰色 先壓在眼尾處 再用眼影刷暈染顏色的邊界 可以來回多暈幾次 然後讓色快消失 下眼尾也是一樣的步驟 再沾取珠光粉橘色 刷在下眼皮的前端 那一樣也要暈染開來 以及上眼皮的前端也是用粉橘色 上眼皮暈染的時候 要暈染到尾端的位置 讓整個粉橘色呢 包覆在剛剛的玫瑰色 最後要用香檳色畫在眼球的正下方 那現在眼影跟眼線都已經完成囉 接下來是我個人非常非常在意的睫毛 只要你的睫毛弄得漂亮 你會整個妝感都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嗯 像我自己的睫毛本身是屬於那種又硬又垂的 所以啊 一定要挑選一個可以把我睫毛撐起來 而且還要可以撐一整天的睫毛膏 然後這一款真的超讓我驚艷的 我真的很嚇到 因為它真的可以讓我撐一整天 結果我晚上回到家 我看到我的睫毛居然還是 就是像花一樣 捲翹 綻放 你還是要用睫毛膏固定 不然它過沒多久還是會歸位 所以睫毛膏非常的重要 我個人挑睫毛膏有幾個怪癖 我很喜歡睫毛膏 不要有纖維 只要你睫毛燙得翹 或是夾得翹 你的睫毛膏隨便上去都會很漂亮 所以纖維太長 反而會造成你 睫毛糾結的感覺 那第二點呢 第二點呢 是因為我個人比較喜歡用燙睫毛器 所以這個睫毛膏的膏體 要非常適合我燙睫毛器 是它可以被燙掉的 因為有些睫毛膏的膏體 是燙完之後它會像塑膠一樣牽絲 那第三點呢 這個睫毛膏不可以太水 要濃淡適中 那這隻睫毛膏完全符合我的怪癖 而且我覺得太濃稠的話會很難操作 而且它的這個刷頭設計得很好 就是它有細有粗 所以你就算拿來刷下睫毛也是很OK的 再來夾彩呢 要用這個小豬腮紅 真的超可愛吧 完全是會被它的包裝給吸引 它的顏色是屬於非常柔淡型的草莓粉紅色 然後紙地是慕斯狀 所以你可以用美妝蛋或海綿來拍上你的臉頰 唇彩會使用兩個顏色 一個呢是B101 另外一個是PP501 B101呢是比較亮的粉橘色的感覺 然後它非常的水潤 所以你不用用護唇膏打底也很OK 直接上唇紋都會不見 真的 然後另外一個呢就是PP501 給大家看差別 這個就是有一點帶葡萄籽的概念 可以加強那個唇的色彩感 但是又不會太重 因為它就是走一個水潤低調路線 現在已經全部完妝啦 接下來呢就是穿搭的部分啦 我建議呢可以選擇比較乾淨溫柔色調的單品 例如說米白色的毛衣洋裝 材質呢可以選擇比較軟的 有一點點厚度的 給人一種小被子的可愛感 但是啊不要太厚啦 不然很容易腫腫的 那款式不要太裸露 但是也不要包的太緊 所以我選擇V0設計 然後還可以稍稍露出你的鎖骨 外套的話我覺得黑色太過沉重太帥氣了 所以咖啡色剛剛好 這樣比較溫柔有點大人感的穿搭就完成啦 那今天的妝呢全部都是用A2House來完成的 像我自己平常都超愛買A2House的東西 尤其是眼影跟唇彩 那這一次的那個櫻花盤也是我自己超喜歡 我剛才前面就有說我日常就會用 然後這次讓我最驚豔的就是粉底 還有睫毛膏 睫毛膏我想包色 真的 睫毛膏我真的覺得真的是不枉就給它90分耶 對 那還有哪一樣是你覺得很值得嘗試的 就是今天我們用的這個精華粉底 因為呢如果你是像Gini一樣 這種膚質就是 中間油然後旁邊乾臉頰乾的這種女生 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議你用這個粉底 因為它的保濕力非常非常好 然後它的光澤也非常好看 就是自帶閃光燈的概念 完全是自帶閃光燈 而且它的這個粉底啊有12個色號 超齊全 你一定可以找到你想要的 它也可以找到它想要的顏色 欸真的有我的顏色喔 真的 就是它有最白有1號然後到7號 我自己是偏黃肌 我個人呢喜歡用比我在亮一小街的顏色 然後今天我是用N03號色 我覺得很OK 好啦那今天的妝容分享就到這邊囉 如果你覺得這個很適合情人節彩妝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喜歡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支持我繼續拍影片 也別忘了追蹤Core Red 我會把Core Red的相關消息都放在下方資訊欄 好那我們就過幾天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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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們說五個月 好嗎 我們說五個月 我們說五個月 不信任 我們說五個月 我們說五個月